好,歡迎回到陳皮貝頻道 三年沒去日本,十月後終於可以回東京了 今次去日本吃了很多好東西 第一間要介紹的就是 塔比羅東京第一回轉壽司 根室花園 根室花園有兩個分店 這間就是在東京站附近 Kitter丸子內店 這間比較特別 如果你的日文比較不流利 就比較辛苦 因為它沒有IPAD的 要是在迴轉彈裡拿 要是要下這個命令 幸好還有Google Translate 我可以用 不然真的不懂怎樣下 因為小弟的人文十分初階 都是叫白身 根字 有些魷魚 輸送帶上的選擇比較少 大部分基本上都要用日文來下單 這個就是中拖羅 前面就是白身的壽司 另外還會點了 一個 花嘯蟹的 軍藍 不是吃了很多 好多 因為這餐是我去到日本的第一餐 還有這個 蠔 蠔就一般 因為它是熟蠔 不是生蠔 蠔味 我就略鹽不足 這個蠔的壽司 另外 最後再點了一個甜蝦 不是吃了很多東西 因為 不會選擇 比較慘 賣單 就吃了四千多 二百多元 可以選擇一下 第二間就是這個 迴轉寺 是一間銀座 很出名的壽司店 迴轉壽司版 就在這個 表參道附近 對 它有納色和迴轉 這間就是迴轉 可以簡單一點 你可以看到有iPad 舒服很多 還有中文 那我點了點了 開心點 那麼 挺多位置 其實就這間 比在這個根室花園 那天去到就有些特別 一周年特別 五罐壽司 我點了你幾千多 即是賣 為在百多元 五罐特別的壽司 有海膽 加上其他四款壽司 作為配搭 iPad 落單 簡單而明 大家如果是日文苦手的都比較好 你看到 其實它的壽司 的魚山就比較新鮮 我覺得比在根室花園 更新鮮 顏色很漂亮 比較特別的一點就是 他們的壽司 全部都配上了 紅醋飯吃起來 更加解製開胃 另外我點了我最喜歡 儀式的 呃 呃 呈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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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多元 是比較貴 不過 呃 新鮮 還有大件 你會看到質素 十分之好 然後來到這個池魚 嘩 你看到多大件 還有納納 納納 我覺得它的質素 就會比 如果你要去吃壽司大 就會更加 之後 另外有一個叫 豬製鍋斑 就是 對了 呃 這個是我未吃過的一種壽司 那麼 未吃過就要試一下 多遠一場地 好吃的 對了 有少許 加少許 豬製鍋斑 豬製鍋斑 另外又叫了 中拖羅 中拖羅 中拖羅的色水和味道 一定比 根室花園和壽司大 一定有得比 價錢 我覺得差不多 如果你 不一定要去吃壽司大 你可以選這間 另外叫了 金木雕 金木雕 兩件 對 嗯 都是 很新鮮 很美的質素 這個就比壽司大差一點 以我記憶所求 對 但是 也算是新鮮的一種 另外叫了 尺背 尺背 兩件 我知 十分之美的 尺背 是高水準的 這間 這間回轉壽司 我想 應該很快就會勝分 不過唯一不好處就是 價錢比較高 另外 中途也會叫了 湯 那些新鮮的 壽司材料 會介紹 另外 就有 筆記 杯 繼續點 這裡我就吃得比較舒服 因為不用日文 也不用Google Google Translate 這樣就OK 筆記杯也是新鮮的 不過 就沒有 壽司大 爬下去會動 另外還有 三文魚子 三文魚就是一本本 沒什麼特別 再有 喊多一件 大拖羅 喊多一件 奧拖羅 八百多 即是 八六五 四十幾五十塊 一件 大家看上去的質素 都相當高 對了 還要喊多了一個 活鳴蝦 對 活鳴蝦 這個會比較少 香港比較少 好 因為通常都是甜蝦 或者是 茅蛋蝦 這餐就吃了 大概 七千多 相當之 滿足的一餐 好 接著要介紹一間 叫做 車力門茶碗 部 吃炸豬扒飯 這間店 就是在 新宿 四谷三丁木 車站附近 在塔比六 算是一間 高分的 吃炸豬扒飯 店鋪 我去到 就叫了 特級的炸豬扒定食 重點推介 就是 它煮出來的 豬扒汁 普通的豬扒店 放在桌面 那些豬扒汁 簡直不能跟它相比 另外 還有 麵豉湯 給你 這個就是 炸豬扒定食的 全貌 十分之 暖滑的 炸豬扒 炸皮也相當出色 吃到最後 所以 炸漿都不會離開 豬扒肉 我覺得和這個成長 炸豬扒飯 有得比味 這餐就吃了四千多 我另外也吃到另外一間 炸豬扒飯 就是在秋月園的 遠五 這間就有平民一點的路線 這個 豬扒定食 都是二千多 比起車里門便便宜了一半 遠五就上了二樓 坐一張大桌 跟其他人共坐一台 沒有單獨的位置 豬扒飯來了 就會細貼很多 只剩下幾塊 四塊的豬扒肉 我也是選豬扒肉 因為 都是要暖一點 不過 有一個問題 就是它吃吃吃 那些炸漿便會離開 所以 看到豬扒肉 就會比較奇怪 最後一間就是吃這個 鰻魚飯 就是本所吾棲橋附近的 這個 鰻魚飯 在塔啤裏的評分 就是和美花一樣分數 只有三款 就是這個 兩段蟲 和普通 這間就是 即叫即湯即燒的 鰻魚飯 等的期間 就會給了這個 有鰻魚乾的 清湯 另外 還有一碟前菜 給你 前菜比較普通 我那天就坐在 巴桌 可以一邊等一邊看 這個師傅做 鰻魚飯 等了半小時之後 就上了一個 蒲燒鰻魚 賣相相當之美 有好香的炭燒味道 和蒲燒鰻魚的焦香味 十分之出色 還有一個 鰻魚汁 不會一味 那麼死甜 剛剛好可以帶出鰻魚肉的鮮味 鰻魚的細菇跳得很乾淨 完全不會有自開的感覺 比起這個 魚鎮和美花更加出色 吃完 走出門口 就會看到 晴空塔的頂 大家可以繼續逛街 這條影片就到這裏 五間店舖介紹給大家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去到東京試試 下一條影片 我就會介紹 這個東京最棒的Line 給大家 有興趣的話 記得訂閱,追蹤我IG LV,Discord Channel 我們下一條影片回來再見 拜拜